我们来说今天的最后一节课 就是全面复盘上述三六种项目的玩法 对于这上面这些项目类型 就是我觉得通过和一些学员的交流 包括一些朋友的交流 他们觉得整体把该讲的东西其实都讲够了 所有的模块化的东西也都清晰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再做一个复盘呢 是因为无论你这个项目用什么样的四维操作 一定是满足几项几个框 第一个是流量 对吧 这是必不可少的 稍等一下 有了流量之后呢 你也可以把流量理解为是你的渠道 好了 确定好流量之后 那你的产品是什么 是你卖人设的IP 是做这种亚文化 还是卖具体的货 然后展现形式是什么 是微信公众号 还是淘宝店铺 还是微商等等的 这是你的展现形式 那么你也可以这么的理解 在流量和展现形式这一端 它俩是一个都有两个箭头互相指向的 因为你的产品只要是 它是一个类似于扇状的一个结构 你的产品就像扇子的手握的那个部分的中心 而它扇业所呈现出来的每一个点呢 就是你的渠道端 所以说大家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结构 在资料里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支撑 当你明确好这些事情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说上面的任何一种项目 一定是围绕这个东西来做 但是你反而来讲一件事啊 很多人在操作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会就是说 这为什么开始就不赚钱呢 还是那句话 如果开始就能立刻赚钱的话 那你就太牛了 那至少说你已经前期做过很大的积累了 千万不要看现在的很多牛人 他现在的这种赚钱的利润 但他之前也是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过程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流量渠道啊 产品啊展现形式和落地点啊 就是说大家把这个结构给搞清楚就行了 那大家在真正是操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断照立项的形式来干 怎么说呢 也就是当你明确这个项目 是要从中到位去操作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满足三个要求 第一个叫做愿景 那我期望我的这个事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第二个叫做战略 具体应该怎么干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执行 必须满足这三个要点之后 你把整块立项 你说我在2018年这一年的时间 我要把我的微信朋友圈 做成一个美食类的大号啊 微信朋友圈 同时我的落地点呢 是就是微信转账 加这个公众公众号 这就是我的想法 甚至于公众号都不要 我就打造我的微信就行了 我打造两三个微信 对吧 我就去把我的客户给聚焦起来 就行了 你也可以这么来操作 我们都可以去沟通这个东西 后面的人都可以去立项这个东西 训练好之后 这就是你的愿景 我要作为一个微信美食类的大号 那我的战略是什么呢 我的定位 我的策略 我的对标是谁 我的竞品是谁 把它们都剖析透之后 再去做执行 而在执行端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明确到 每周 每日 每月 的具体计划 如果这些达不到的话 就属于白费 你就比如说我们 当我们前面提到 麦生鲜的这种的 你如果不 没有每天 没有一个文案啊 突变的持续性的 发布文圈 那么 你就会很悲剧的 因为过一段时间 你自己都不愿意发了 所以说你必须每天都要坚持去干 坚持去做 而地区的微信号 公众号 就这样呢 你就要吃一吃的 去采集本地的风土 年轻 风俗 而像这个爱好聚焦啊 这种 你就要不断地去涉猎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文章 很多的视频 很多的电影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简单来说 就是对前面的内容 我们做一个综述 做一个点 而为什么我们这个要单独立课呢 因为这一课在我们未来 复盘和答疑的时候 这个部分 是一个框架框架观 也就是说 你自己要很清楚 这个 这个从头到尾的一些细节呀 怎么操作呀 怎么弄啊 等等的 就由这个部分的课程 来给大家去讲 简单来说 核心点就这一句话 你的愿景 你的战略 你的执行 愿景提出来 一到三年的愿景 战略的话 就是我们在多少时间 要完成什么的目标 执行的话 谁要干什么事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内容呢 其实并也并不复杂吧 我们在复盘的时候 需要给大家综述的点 就是第一 就是每个项目的实操文案 那么这个部分 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这档圈出现 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档圈 然后我们在项目复盘的时候呢 每个项目的实操方法 也会很详细的去讲出来的 好了 那我们的内容就到这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再加我个人的微信 大家可以在这个 个人微信上 去问我很多的问题 大家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